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山东自博 我最早的一位客户家里 也不是家里 他的民宿 然后呢今天来给他送家具 这是他第三次在我这边订制家具 这个是樱桃木的条袋 他在门口原来穿鞋换鞋了 然后呢这里给他做了一个鞋架吧 可以用来挂衣服放鞋子放行李 都是可以有镜子 照一照自己 然后呢 近来是两张一米六的床 因为民宿嘛对吧 床得多 这是两张一米六的樱桃木的床 我们床其实也不会 但是客户自己订的床订啊 这么超几个 嗯 然后在这边呢 有这个 书哥 书哥也使用他们的 搭配了两把长笛家椅 这是他们的长笛家椅 走 然后我们去看下一个房间 然后这是另一个房间吧 这个房间的软包还没有到 因为我们当时在盯管 冬管制作的 当然冬管这冷天 因为停电的原因嘛 所以发货比较慢 那那家软包的工程 也是我们喝醋挺久的 品质还是有保证的 到时候呢 到了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或者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这边的房间 是个瓦丹 那小客户 这个客户 尖简单单吧 一张床来用途都会 讲了一个小衣架 衣架上面可以挂一些衣服 放行李 放鞋子 然后这边上的夜床 也做了个房 就很容易提到的 它里面是座画窗床 这厂门就不上去 民宿家具呢 其实还是要实用 在实用前提下 能好看的镜子吗 这样子呢 可以去吸引一些客户 进来体验 哎 行 那今天的视频就好了 我这边要玩事了 然后我要赶回安吉 哎 快年底了 厂里面特别忙了 加油 打工人